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欢迎来到养生之道,我是你们的朋友阿雅 看到一条运船的消息,一名四岁男童多多吃鸡蛋后,离气身亡 究竟发生了什么?多多吃鸡蛋怎么就没命了? 原来父母工作忙,就把多多交给奶奶照顾,奶奶捏爱孙子 平时孩子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他吃什么 有一次,偶然发现多多喜欢吃蛋黄没有煮熟的溏心蛋 奶奶非常高兴,赶紧把家里的一兰鸡蛋全部煮成了溏心蛋给孩子吃 多多一连吃了好几个,奶奶开心极了 把剩下的溏心蛋放冰箱里,每天都给他吃 但是没过几天,多多出现云爵,身体虚弱等现象 吓坏的奶奶赶紧通知多多父母回家 紧急送到医院后,医生用尽一切抢救手段 最终还是痛心地宣布多多抢救无效死亡 病房外,逝去孩子的一家人伤心欲绝,前几天还活蹦乱跳 吵着要妈妈抱的孩子就这么没了 奶奶更是悲痛地哭喊,是自己害了宝贝孙子,要给孙子赔命 但奶奶究竟做了什么,才要了多多的命 医生怒斥,害死孩子的,正是溏心蛋 原来,溏心蛋因为没有煮熟,又加上放进冰箱太长时间 自生了大量细菌,其中最常见的致病菌是沙门氏菌 被污染的鸡蛋无色无味,肉眼无法分辨 一旦被这种细菌感染后,通常在8-72小时之间 人会出现腹泻腹痛,发烧浑身无力等症状 免疫力低得多多,就因为感染了这种细菌,才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鸡蛋是一种很常见的食物,一直被营养学家称为全营养食品 除了维生素C含量较低外 鸡蛋中几乎含有人体每日所需的所有营养素 鸡蛋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卵磷脂和黄素 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和钙、磷、铁等微量元素 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 其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与人体组织蛋白质最为接近 是不少人早餐的必备 不过你知道吗?鸡蛋虽好,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是不可以随便乱吃的 否则不仅起不到养生效果 反而给身体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先来了解一下吃鸡蛋的好处 鸡蛋中含有的蛋白质能够帮助修复肝脏受损组织 但黄中含有的软磷脂还能够加速干细胞的再生 并且提高体内血浆蛋白的含量 多方面帮助提高肝脏功能 可以开发质力 鸡蛋里面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也有能开发质力的胆碱物质 对于处在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来说 鸡蛋的补给非常关键 通过数据可以表明 经常吃鸡蛋的孩子 往往比不吃鸡蛋的孩子要聪明许多 保护势力 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液黄素和玉米黄素 能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 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 早上吃个鸡蛋 对用眼过度的电脑族也大有益处 提高饱腹感 如果早上吃过早饭以后 容易产生饥饿感的话 不妨吃一个鸡蛋 科学研究证明 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 可以提高饱腹感 让人们不再感受到饥饿 而且鸡蛋中所含有的能量是比较高的 小小的一个鸡蛋所含有的能量 甚至超过好几个馒头 所以早上吃一个鸡蛋 可以让人们冲到中午 对身体健康的好处是比较多的 长期吃鸡蛋的人或注意五点禁忌 为了家人健康建议了解 一鸡蛋不宜与豆乳同时 早上喝豆乳的时候吃个鸡蛋 或是把鸡蛋打在豆乳里煮 是很多人的饮食习惯 豆乳性味干瓶 有大量营养成分 自力饮用 有很强的营养用处 但此中有一种非凡物质叫一蛋白霉 与蛋清中的卵松蛋白相结合 会造成营养成分丧失 减少二者的营养价值 三不宜油炸 油炸鸡蛋含煎和包蛋碰条碱变 色香味俱全 但由于温度过高 使部分蛋白浇糊 损失营养 影响消化和吸收 另外水溶性维生素 如硫氨素和黄素 尼克酸部分被破坏 从营养角度看 这种吃法不如主 蒸、炒等 三不吃生鸡蛋 生鸡蛋中含有抗营养成分抗移蛋白霉 它能阻碍鸡蛋中其他蛋白 与消化到的蛋白霉接触 从而降低人体对蛋白的消化和吸收 生鸡蛋容易引起沙门氏菌中毒 沙门氏菌中毒事件中 60%是生鸡蛋或未熟透鸡蛋造成的 四、吃完鸡蛋后不要立即吃糖 鸡蛋不可以跟味精一起煮 相信很多主妇都已经知晓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鸡蛋不可以跟糖一起煮 或者吃鸡蛋后吃糖也是不行的 很多地方有吃糖水和包蛋的习惯 其实那会使鸡蛋蛋白质中的氨基酸 形成果糖基赖氨酸的结合物 而这种物质不易被人体吸收 所以会对健康会产生不良作用 五、不要丢弃蛋黄 大多数人认为吃蛋黄会导致我们胆固醇摄入过高 吃鸡蛋是不敢吃蛋黄 健康的人不需要关注自己饮食胆固醇摄入量 且没有证据表明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心脏病 蛋黄富含大量钙 磷维生素D等人体必须营养素是不折不扣的营养宝库 吃鸡蛋的时候可千万别再把蛋黄丢了 如何储存鸡蛋 一、大米储存 首先准备大米 然后再把鸡蛋小头朝下 放在这个大米里面 鸡蛋的表面有一些气口 把鸡蛋放进大米里是可以有效堵住气口 这样保存的鸡蛋就可以放上三个月都没有问题 而且大米里又干燥温度低 这样的环境也很适应处 二、存放前不可用水冲洗 有些鸡蛋的外壳很脏 但清洗会破坏鸡蛋原有的外蛋壳膜 使细菌和微生物畅通进入蛋内 加速鸡蛋变质 可以用保鲜袋或膜包起来再放 就不会造成污染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可以点赞收藏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